浪浪的司机没用上 咱们就擦擦这个车 每天都擦一擦 准备出发 这边鸡蛋出问题了 突然没有信号了 又来了 还要开129公里 正好两个小时 刚刚在等半仙 然后就再回复大家信息 出发 现在 这个整个天气的轮件度 要好一点了 比上午那会儿要好一点了 但是呢我们永远是 美景中的过客 所以说该出发的时候 还得出发 又冷又了 啥 你先走 然后我好倒车一点 好的 我们是房车 你看他们是商店 直接拿车 坐了一个商店 过来几班 过来卖东西 这个车还可以 全是石头 各种石头 手工一品 请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旁边有个临时停车区 咱们准备在这边停一下 浪浪一直在叫 不知道是不是拉肚子 难道是那个酸奶喝多了拉肚子吗 好嘞 我们下来 旁边现在开始下雨了 这边这个山峰 应该就是穆斯塔格峰 就这边 比较高的一个山峰 拉一下 拉一下 一直在我旁边 狠狠唧唧 狠狠唧唧 这边拉肚子 这么看的话 这边还挺 挺宏伟的 挺壮观的 安安 拉不拉 拉不拉 快快快 你一会儿别吼叫 再叫屁股打烂 果然拉了 哎呀 一头扁扁掉的 掉的 屁股伤了 你太热心了 看到了 太热心了 甩掉了 哈哈哈哈 回去给他擦屁股 走吧 回家 好了 可以了 给这小皮儿弄好了 过来尿了两泡尿 拉了一泡屎 好 我们准备 继续出发 刚刚那个 月龙这边没有信号啊 我们查不到 月龙看了一下 GPS 说这个山峰 高海拔4900 还好啊 不是很高 我们那一路 7000多 8000多海拔的 山峰 这个游下来 顿时觉得 哎 我腰是呢 顿时觉得 4000多山峰 很矮啊 都还没有我们路过的一些打板高 好 走 但是我目测 它这个样子 不太像4000多海拔的 应该怎么 也都是五六千海拔 不然的话 形成不了 这么大的这个积雪 对吧 回头给大家查一下 攻略没做好 抱歉啊 好 我们现在拐到老路上来了 这个新路可能没有修好啊 这边 导航要求我们是拐到这边的 大家看这边 已经开始有骆驼了 有很多骆驼 这边的海拔是将近4000米的海拔 看来这个骆驼也可以在高海拔的地方生活啊 我还以为骆驼一直都是在低海拔的地方待着呢 原来他们也有选择高海拔的时候 这边要翻一个山 过个打板 我看了一下 现在这边就已经4000海拔了 那这个慕斯塔高峰肯定就不止4900了 它不可能才900多米吗 你看这个高低落差的话 应该有6000多海拔了 整个山峰 误测是这样 有可能会更高 回头查一查 好我们现在到达塔斯库尔干 这个县城的这个借向 现在要检查 要求下车接受检查的 把身份证手机 呃边境证都要带上 我们顺利过关 还要停到旁边等一下那个半仙 半仙没弄好 刚刚开过来一点点啊 这边就有个卡拉疏口湾 这边难道就是国外了吗 直接口湾就在这儿了 右边那个山过去就是国外了 我们现在在贴着那个边境线在走 开车的时候听到啪啪的声音 不知道是啥 也没有别的味道 但是就听到啪啪两声 我都没啥事 唉 一会儿停好车再好好地检查一下 没有闻到烧焦的味道 还好 我把那个 呃给那个无人机充电的那个拔了 它这个我总觉得 他们给我装的这个擦板不是很好 有问题 好 我们先 先走 走吧 走吧 拿着 我现在要下车 然后去关一下我后边的那个逆变器 不然是 总是心里边不踏实 主要就是还是因为它这个 擦头有问题 滋滋啦啦的 很吓人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塔县了 这边是确实挺美的 有绿植 有雪山 海拔三千 感觉又不热 但是也不会特别冷 很舒服 好 到了这边 帕米尔游客服务中心 从这边进 这儿是入口 找个地方停车 到达目的地 今儿我们就在这儿了 哎呀 哎呀 停的有点太靠后了吧 哈哈 但是正好 正好卡到两个树中间 哈哈哈 对啊 它这个停车位置是挺大的 嗯 好 咱们就 这么停吧 可以 哦 发现对面还有个停车场 对面那个停车场 离吃饭的地方要进得多 我们准备 把车再开过去了 停到对面去 停到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游客服务中心 然后 要啥啥没有 比较 吃饭比较麻烦 走 这边这个停车场好大 超级大停车场 但是我们好像走错路了 这边是出口 我们就从出口进来 这边好多 毛牛啊 各种毛牛 毛牛火锅呀 然后毛牛肉啊 还有这边都是吃毛牛的 它这个停车位就有点窄 有点小 这个地方 啊 这个穆斯塔格峰 看多高 嗯 那我就说嘛 目测就这么高 7500 将近8000呢 比我目测的还要高一点 那我搜的那个应该是 穆斯塔格峰登山 营地 4900 从4900开始登 ok 还是挺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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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